向外国人要饭食药的冒充大力 I come from Germany Oh Germany, yeah 又要饭饭了,兄弟们,死命了 Hello,大家好,我是八九 随着时间推进,越来越多人走线 从中国论到海外 那这条影片是最近几天流传出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几乎都是中国人,对吧 亚洲面孔 不要跟我说什么日本人,韩国人,台湾人 我们不需要,我们的护照直接过去就好 我们不需要真正悲剧而走线过去 还吸家带卷 至于小粉红 最近也在中国国内 看到了这个影片 他们也学着在中国的火车上走线 例如这条影片 我称他叫做东方哈马斯列车 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一位在中国四川的粉红 不是阿强哥 总之啊,他在中国大部分的时间 是靠偷电动车维生 后来被抓多次之后 干脆也走线逃到了美国 到美国后啊,由于没有身份 所以无法工作 也没有被政治迫害的事实 所以无法申请政治迫害的这个身份 所以啊,靠着打黑工过活 结果他举报多次收他为员工的老板 说什么呢?这些老板给他低薪 还收黑工 简直是藐视美国的法律 在搞笑啊 你没有身份 人家雇佣你 虽然给你少一点钱 但你没有身份 你起码有饭吃 你还有钱 然后你还反手把人家举报了 而且是举报多加 你不知道说中国人同胞吗? 你怎么不去西方人开了餐馆打工呢?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嘛 第一,你这个英文能力不行 第二,你没有身份 结果你施展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传统优良习俗 现在没有人敢再用这个没有身份的中国人 所以他索性现在就是当流浪汉了 天天跟美国民众乘饭之外 还到处去政府或是民间救助站吃三餐 他还说要把根子赔款的钱给全部吃回来 八国联军所谓的根子赔款 人家美国啊 可是把这些钱拿回去北京盖了清华大学 你怎么不说要把清华大学给吃回美国呢? 先带大家来点评一下这段影片 赢一己之力把所有中国非公之路堵死 走线到美国后开创新流派西海岸盖帮 金牌奖是丁胖子之所以成为美食药犯男孩 是因为他之前在国内偷电瓶被抓 盼了半年外加罚款两千 有案底不好找工作的他 被网络中介洗脑花痴巨资润到美国 打算靠刷盘子成为比尔盖茨 但是落地后的丁胖子 既没学历也不会说英语 只能在当地华人老板餐厅打黑工 每天刷碗刷的胳膊都快论冒烟 赚得却比有公卡的人少一半 于是一身反骨的丁胖子彻底目 当场做出了一个被刺负尊的决定 府邸抽薪举报老板聘用黑工 先是去税务局实名制举报 又亲自给FBI打电话投诉 甚至还登上报纸引发当地华人动物 在美利坚四处游荡的丁胖子 打了六份工到了四个老板 成功让当地所有华人老板达成共识 坚决不聘用国内来的人 大批润人找不到工作 骂骂咧咧原路返回老家 唯独丁胖子失业后驻守美务间 看准了美国野区资源丰富 留在户外打野当Homeless博主 成功顶替甜甜圈成为2.0版本电子主 作为润人界黑工和中介的顶级客行 丁胖子虽然是Homeless却身兼数值 要饭留成具体划分的云 第一站去美国收容所探店打卡就住餐 但身为金牌奖是丁胖子对时间把控和分吻 宁愿饿肚子也不想排队等活 第二站探索城市随机寻找路边NPC药房 运气好时能吃俩披萨 运气不好就吃俩拳口 第三站搜寻美国垃圾站随机刷新物资 身上装备全是二手包浆符 厚厚的村是丁胖子独树一致的标志性楼 最后的底牌是当电子宠物试图靠粉丝打赏 但国内电子宠物饲养员为了不干扰生物链 一向呼吁大家闻名观看禁止投位 坚决不打赏一分钱 虽然已经轮到国外 但丁胖子身为中国人还是坚守住了最后的底线 向外国人要饭时要么冒充罢子 要么加一句司密打 因为租不起800一个月的房子 丁胖子选择住在户外漏风大格树 吃喝拉撒全泡条的丁胖子 已经把要饭当成了一种信仰 我只能说老乡见老乡背后开枪 这些人可能会利用人性的善 把他自己人性的恶 彰显到善良容忍度的最大值 小粉红总是说 中国人最爱面子 是可杀不可辱诸如此类的 但这句话放到现如今的中国就是个笑话 你只要给的够 有关系攀 有好处拿 大部分的粉红啊 面子都可以不要的去舔你 他们做得到昨天呛报你 今天跪舔你 他们做得到 没有你想不到 当然也不排除他有这种心态 你们这些润人啊 没有身份的黑工最好都给我原路返回中国 越少中国人来就越少能够抢美国的资源 这其实也是很多很多的这个粉红到美国之后有的这种心态 那现在还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他在中国的平台经营的收入 打赏之类的这些钱啊 到账的卡是谁的卡 他在美国肯定没有卡的嘛 因为他没有身份 那就是他在中国的卡啦 那他在中国犯了这么多的罪卡 还可以用 还可以在美国刷卡啦 也或者是他的账号现在是由中国人的团队经营的 因为发现这样的一个反骨流浪汉的网红 索性就让他去继续这样子去拍片赚钱 又可以彰显中国的富强 因为在中国根本看不到这些状况 也没有人敢这样去经营 你看之前那个大梁山的影片 就被下架还被公安喝茶 因为你让大家觉得中国的乡下就是这么穷 对吧 你说全世界有资本的地方就肯定有贫富差距 没有办法嘛 因为一样的资源一样的钱 你要怎么分配 资本市场机制就是这样 有人拿得多 有人拿得到少 那不然你要实现真正的社会共产主义吗 抱歉中国共产党不是啊 你们是极权的资本主义 那加上可能依照先天条件的残障 或是一些问题 那又会加深这些人赚钱的难度翻身的难度 但是在中国你看不见 或是很少很少很少的流浪汉 因为都被赶去观光客看不到的乡下 观光客走不进去了一些城中村 那些乡下是穷山恶水的乡下 并不是什么欧美台湾日本那种 生活机能与医疗有基本保障的前提之下的乡下 不然我问嘛 你在北上广 你看得到这种像他这种一样的角色的流浪汉 在那边拍拍拍 我竟然去中国的收容中心乘饭要饭了 拍摄一些城中村 还去街上乞讨 拍摄路人发放物资 还有他们流浪汉的据点 长期这样拍下来 只要他流量起来 被党支部跟众多的粉红发现 他肯定这些影片要下架 而这个人从此之后消失在众人视线之中 而评论区肯定是一堆的粉红叫骂 你这样拍就是给境外势力递刀子 为什么我不是流浪汉只有你是呢 所以你这样拍就是在抹黑祖国啊 我们祖国都是高楼大县啊 没有烂尾楼啊 其实你们粉红也不用这样子去洗地跟骂他 你们月入六千以下 也是在给境外势力递刀子 你们都是一类人 不用分这么细 我们接着继续点评啊 兄弟们这儿在发水啊 就是白瓢子 前来前来 我还忘了 我还忘了 再见 这个大哥给我们送的这个苹果餐啊 就是跟上次送的一模一样 你们老是说咱们国人没素质 我告诉你啊 就刚才这大概五分钟啊 我最起码见到五六个人啊 就是他当地的流浪汉插队 不然我们早就领到食物了 我爱说实话 汤泡饭 它的这个水啊 是土的啊 然后给了一些这个小零食啊 小特地啊 这还一个小时就领这点东西吗 兄弟们这边说有那个三味吃啊 兄弟们 呃刚才那个华人义工小姐姐 给了我一个三瓶制啊 终于要看到食物了啊 兄弟们很舒服 sir 可来夹披萨 可来夹披萨 我刚才夹披萨 哦 三个sir 也没白牌好不好 给了我一床这个毛毯 披萨只有一块啊 夹了一瓶可乐啊 这披萨是可以无限领的啊 兄弟们 只有我们吃好不好 你看 他一天之内换了这么多点 拿到这么多的物资都是免费的 你在中国拿得到这样吗 我们先不管你有钱没钱啊 有这样的条件可以拿吗 没有嘛 中国不管是民间组织 个人行为 政府组织 有没有这样的机制 或是这样的团体在 有啦 但基数很少啦 即便民间有这样的团体 也是有党支部在里面的啦 对吧 而且他们还会报假账 我其实有去捐给这些流浪汉 这些这个贫困户啊 但是呢 我报假账 我明明就捐一百 但是我账上报一百乱 那还那一百块 还是有基层的公务员去买单的 昨天的影片有分享过 对吧 所以不要跟我扯什么 中国为什么很少这些组织 因为中国全面脱贫了 对你们脱贫的标准 是每个月333块 我跟你说 你月入6000以下的粉红 你不要跟我讲全面脱贫 你们人均都写在那 虽然你们的人均 还是有烂尾楼跟基础建策去灌水的 但我估计在中国这样子搞 像美国这样子 你物资被冒领 再来是高价卖出 你们这三年的状况 还看不明白吗 还有今年的河北水患 你们也看到了吧 那刚刚这位中国网红还好意思说 美国有些流浪汉会插队 不要老是说咱们中国人没数子啊 你真的好意思拿美国的流浪汉 跟中国普通的人来对比插队呢 所以插队的中国人都是流浪汉 快饿死的那种 已经没有办法再多等疫苗 所以需要插队的那种 你们是没看过一些地方啊 中国那些地方发什么婚宴啊 跟版斗的时候 还有这个免费自助餐的时候 然后那个Costco啊 什么东西 哇你们没有看到他们是怎么抢的啊 那些影片多到不胜美一局啊 连今年一个中国网红 因为宝马车事件啊 他发放免费冰淇淋对吧 结果他自己也看不下去 为什么 因为一堆人拿了一车一箱的冰淇淋 他说美人只拿一个还是两个对吧 接着带大家来看一下下面这位中国大妈大闹日本的情形 这就是这位流浪汉说的 不要老是说咱们中国人没数值 所以啊 在日本插队的这个中国大妈 他肯定是流浪汉 而且他肚子快饿死了 对吧 你提袍上来的 我插什么的呀 都是中国人知道不 我在她后面 你知道不 我跟她一人一插来的 知道吧 两个人是男的 你三个人一带 我跟她一人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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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明明他自己插队还诬陷别人 对吧 说自己原本在队伍里面 然后呢 这个男的还一直动手 诬陷嘛 因为前后的人都没有出来讲话嘛 粉红在面对中共的时候都是小猫咪 对吧 出国之后变成东北湖 那面对自己同胞的时候变成骨肉香肠 更可怕 今天影片到这里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我不想记得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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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吧